如果人生有四季的话 我35岁前都是春天 1993年7月19日 我开了新联赛 不过读这个好像已经把我忘了 其实有读者喜欢并不代表什么 人是会变的 今天他喜欢凤梨 明天他更喜欢凤梨 不久前有个人送了我一坛酒 他说最大的烦恼 就是不能在最好的杂志上连载 如果可以做到 以后的每一天都会是一个新的开始 那你说这有多开心 当我开连载时 这个人已经开心五周了 他叫柳川喜红 是我的助手 有时候我遇到一个助手 感觉他非常有意思 印象深刻 但是后来他就再也不来了 人生就是这样 1993年6月 我终于又回到日本最好的漫画编辑部 突然间我又看到来交稿的梅泽春人 他曾是我最有意思的助手 花什么时候会开 花什么时候会开是有季节的 漫画什么时候火却没有人知道 1993年的时候 最火的漫画是打篮球的 作者叫锦商熊燕 他曾是我的助手 我叫北条斯 是个画漫画的 我记得那年夏天 东京很热 我和我的三个弟子 在日本最好的漫画杂志上联赛 占了全部作品的五分之一 我也不知道 除了我 还有没有人做到过 1979年的时候 我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编辑 它叫枯江熙燕 在此后许多年 我只画美女动作有关的漫画 虽然枯江熙燕很欣赏我原本的风格 但始终没有告诉我 有些话太久没说 也就懂了 当我开始第三个连载的时候 枯江熙燕 当了日本最好漫画杂志的编辑长 我的编辑告诉我 这一次 画你想画的就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94年1月24日 我的漫画被腰斩了 以前我只是想知道 腰斩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现在我知道 很多事情不知不觉就来了 都说人生如其落死无悔 说句真心话 读者心里喜欢的东西我不想画 我把这话告诉读者也没什么 画自己喜欢的无犯法 可我也只能到自己喜欢为止了 每一辆监狱转运大巴上 一定有一位医生小姐是你想炮的 去年这个时候 我非常成功地在七十迈的高速上 炮到了一个 我以为会跟他在一起很久 就像一辆加满油的汽车一样 可以走很远 谁知道 车中毒坏了 1994年10月10日 我又开始新连载 在那之前 我又去了杂志社 编辑说 画读者喜欢的吧 一直以为我跟别的漫画家不一样 原来接连被腰斩的时候 所有人都一样 我很快适应了 寄句话美女和动作 虽然有时只是风场作戏 不过没关系了 哪来那么多自己喜欢的 但是杂志上的调查问卷告诉我 读者没反馈 就是反馈 终于在一家杂志上 我只连载到了第十七话 我曾经问过自己 读者最喜欢的 是不是城市恋人时期的我 现在我已经不想再知道了 如果有一天 有人忍不住又问起 我想 宁在一丝进 没在一丝停 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个阶段 看见一个漫画连载 就想知道连载的后面是什么 我会告诉他 可能翻过这一篇 你会发现没有什么特别 回头看 会觉得这一篇更好 我选择留在我自己的岁月里了 心里唱�غ bliver 广berg的男人 その终于要是不语言 那 бег就能吹了 我选择留在我自己的岁月里了 tera awhile 这梅歌 mist 我右边不开 要遞 beac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